排卵试纸强阳是怀孕了吗? 何静、产和、副主任医师 排卵试纸强阳它不是怀孕 它只是提示你可能排卵了 那么你在发现你排卵试纸是强阳的时候 那在这个前后两天你进行同房 它受孕的几率就比较大 我们说怀孕它是要查孕试纸的 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验孕棒 它要两条线都是强阳性的话 提示你是早孕反应 所以这个排卵试纸强阳性它不是怀孕 如果确实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怀孕了 除了你自己拿验孕棒去进行检验之外 你可以到医院来咱们抽血化验查HCG值 看看它是否有升高 这个是如果HCG值升高了 说明你有可能是怀孕了 或者是时间比较长40天以后 咱们做一个B超看宫内有孕囊存在 或者是胚炎胎心搏动 这个时候也能证明你是一个怀孕 专家提示 一排卵试指强阳性和怀孕 没有直接关系 其主要是提示排卵 在此期间同房怀孕的可能性较大 二是否怀孕 通常可通过验孕棒检测 或通过B超检查 抽血化验检测 在这期间中心里有可能性较大 在这期间中心里有可能性较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